如果悟空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当比克的魔罐光纱炮杀死了拉蒂兹和悟空后 两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并且遭到了机内的殴打 首先是拉蒂兹 然后是悟空 悟空呆住了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被女人打过 悟空开始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个女人 他穿着和拉蒂兹一样的战斗服 机内含着泪骂道 你们两个是白痴吗 你们两个是兄弟 应该活下去 我们为你们牺牲了这么多 拉蒂兹自认对不起父母 悟空一脸猛逼 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会对他的死如此激动 看着母亲哭成这样 拉蒂兹向机内道歉 对不起 妈妈 我也不想这样 也没有想过要杀他 只是希望他能够加入我们 悟空看向拉蒂兹 机内露出幸福的表情 原谅了拉蒂兹 我的儿子越来越像个大哥了 上次看到你时还这么小 眨眼就长这么大了 头发还这么长 机内转身看向卡卡罗特 你长得真是和你父亲一模一样 当年送你走的时候 你还是个婴儿 不记得我也是理所当然 最让我高兴的是 你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 我为你感到骄傲 悟空微笑着向机内说了声谢谢 也意识到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母亲 不远处的巴达克正偷听着她们的对话 心里乐开了话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